香港一些反对派人士13日发起的所谓光复上水反水货客游行,又演变成一场冲突,多名警员受伤。不少港媒直指,这是有预谋的暴力示威,以光复上水为名,行暴力冲击之时。 据香港星岛日报14日报道,上千名参加光复上水游行的反对派人士,13日下午,手拿针对水货客的简体字标语,挥动港英旗及英国旗,沿路呼喊光复上水,还我宁静小区等口号。 约下午5时游行结束,但一些人不肯散去,与现场警员爆发冲突,其中4名落单的便衣警察,遭上百示威者包围辱骂,被投掷物品急用于洒狂插。 还有人从天桥高处,向警员投掷不明粉末、液体蛋及石头。晚上八时许,数百名防暴警员开始清场。冲突中,至少有10名警员受伤需送院治理。 13日晚,香港警方在网上强烈谴责暴力示威者的可以袭击行为,强调,会对非法及暴力行为追究到底。 政府发言人称,大部分游行者和平有序,但很遗憾部分人在游行后冲击警方防线和袭击警员,对此表示强烈谴责。 14日,香港警务督察协会发表声明指出,示威者制造事端,配合源源不绝的物资,部分偏颇的报道,及反对派议员的推波助澜,上水冲突是一场不折不扣及有预谋的暴乱。 上水冲突,严重影响一些人的生计。 星岛日报网称,有新一代的药房成为激进分子的目标,虽然90%都拉闸亭业,一家仍营业的店铺,被上百名示威者包围。 报道称,暴力示威者如恶霸般横行,不少药店铁闸被踢毁,一家大型药房被人拆招牌,铁闸及监控镜头被喷飞漆。 上水一家药房的负责人黄先生说,过去一个月,几乎日日亏本,居民陈女士批评称,每次活动最后都变质成暴力冲击,他会提醒子女保人身安全。 另据香港东方日报14日报道,全球最大啤酒生产商百味英博宣布,决定搁置分拆百味亚太在香港上市的计划。 民建联副秘书长,关塘区议会副主席洪景炫议员,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,这种完全公然损害社会秩序的行为,破坏了香港的经济。 党区全国人大代表,新建设团联会理事长陈勇对记者说,综关近几次游行示威,不管主办方标榜都和平,最后总会被利用演变成混乱的非法集会及暴力冲突,造成警民受伤。 东方日报14日称,凡水货客只是接口,疯狂闹事才是目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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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